大丑鱼 大丑鱼在海中遇到了被暴风鱼打沉的沉船 而且救了钓入海中的冒险家一命 謝謝你救我一命 不客氣喔 哇 余慧講話好恐怖喔 冒险家醒來什麼都不記得了 但是大丑鱼已經深深地愛上了冒险家 大丑鱼找上了住在海邊的女巫 我是黑女巫 我可以實現 尋求變成人類的方法 喝下這瓶藥水就會變成有點像人類 有點像是什麼意思 這些代價是你的聲音會變成很好聽 而且記住如果你要變回來 你愛顧的那個人就會變成泡沫 會是嗎 那真好聽 大丑鱼變成了有點像人類 找到了冒险家發現他其實是個王子 而且正要跟一顆蘋果成親 鬼物 鬼物 我們的王子要取一個蘋果耶 那更怪吧 於是他決定回到海中 讓王子和蘋果可以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至少他這麼以為 而是小朋友 他自己在此 他會有甚麼聲音 要發脆 要發脆 又發脆 劇情